当你在服务器玩得正开心时,突然你发现有人加入了服务器,但是你一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,请立刻删除掉这个服务器,否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生存服务器中,由于今天是周末,玩家早早就与自己的朋友小红约好了一起MC。 玩家加入了小红的服务器后,小红便带着玩家参观了自己搭建的住所。 玩家看到小红的卧室,表示很喜欢,她从来没有想过卧室的地板,竟会用绿色的羊毛来铺垫,这简直太酷了。 但接下来朋友小红告诉了玩家一件很无奈的事,那就是在三个小时之前,她发现服务器的白名单列表损坏了,她设置的白名单打不开了。 白名单又是什么呢?也就是每个服务器的服务主设置的可以不用任何权限,就能访问服务器的玩家列表。 但是现在这个白名单列表出现了故障,那也就是说现在任何人加入服务器,要么得经过服务主的邀请,要么需要输入密码获得访问权限。 差不多五分钟后,玩家也参观的差不多了,朋友小红便给玩家扔了一些物资和工具,玩家现在可以正式在服务器内进行生存了。 没过多久后,小红给玩家安排了一个任务,那就是去划着小船寻找附近最近的村庄,玩家二话没说,直接奔往码头,划着小船就出发了。 渐渐的,玩家从天亮划到了天黑,但是遗憾的是,他没有发现村庄,他只能无功而返,可刚返回到码头走了没几步,接着左下角提示有一个玩家AD加入了游戏。 玩家是一脸疑惑,这是谁?他立刻在消息框询问辅主小红,但是小红表示自己也不认识,可是玩家和小红二人都没有邀请任何人,所以这个陌生的ID是怎么加进来的? 更加奇怪的是,无论玩家二人在消息框怎么发出消息,这个陌生的ID都不回复。 辅主小红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,他警告这个陌生玩家,如果再不说清楚自己是谁, 就将他永久踢出服务器,很快辅主小红就出去将这个ID从服务器中踢了出去,并永久禁止他加入。 这下玩家紧张的心算是得到了些许缓和,但随后小红便发现了更加诡异的事,那就是在服务器的访问列表中并看不到这个ID。 按理说,服务器日志会记录每一个访问的ID,更何况加入服务器是需要邀请或者输入密码的,这也太不正常了吧,难道这个人是黑客? 主要是因为当前服务器的白名单列表打不开,因为它出现了一些小故障,所以小红也不确定这个陌生ID是不是之前和自己一起游玩过的游戏好友。 玩家与小红商量了一番,小红决定重启一下服务器,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 五分钟后,两人重新加了进来,这次服务器的白名单列表能打开了,小红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 他寻找了一下之前加入进来的那个陌生ID,发现他并不在白名单上,那么这就真的很诡异了。 正在二人讨论间,突然左下角的系统提示,那个熟悉的ID又加了进来。 What?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服务小红根本不认识这个玩家,小红赶快去查看白名单列表,再次确定了没有这个ID的记录。 那也就是说,这个陌生的ID绕过了服务器的白名单机制,直接加了进来,可是按理说有人加入服务器,应该会在出生点找到他,但玩家二人并没有在住所内发现任何玩家的身影。 两人随后决定分头行动,对附近寻找一番,这不寻找不要紧,接下来恐怖的事开始发生了。 玩家发现了一处很奇怪的草地,它是黑色的。 他站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,接着本能地拿出铲子铲了一下,那黑影就消失了。 这种现象他之前从来没有在MC中遇到过,两人就这样找了一天,天色已经进入了黑夜,但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玩家的身影。 但那二人再次返回住所后,突然他们在住所内听到了呼吸声,这声音很大,就好像是从屋顶的方向传来的。 两人迅速上到屋顶,一番排查后并没有任何异常。 这还真是离谱回家,离谱妈妈给离谱开门,后面半句我就不说了,懂得都懂。 这种种的异常现象,让玩家和小红二人感觉很不舒服,他们已经无心在正常游戏下去了。 并且这个陌生的玩家一直不说话,玩家真想找到他当面给他俩大嘴巴子,不带这么恶作剧的,可令玩家没想到的是,接下来又有新的陌生ID加入了服务器。 What the hell?这到底发生了什么?难道服务器的地址被人爆破后公布了吗? 玩家二人再次尝试在消息框询问,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 随后更多的陌生ID开始加入服务器,一条条的黄色系统提示开始出现。 玩家二人非常的恐慌,他们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两人迅速地躲进了矿洞中,玩家甚至大气都不敢喘一下,系统一直提示有人加进来,但是却又看不到任何一个玩家的身影。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屏幕前你的身上,你会害怕吗?不害怕抄涌的玩家请扣二吧? 难道服务器内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吗? 玩家想到这儿,不禁感觉后背发凉,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接下来更加离谱的现象出现了。 一条红色的系统提示弹出,What? 加入服务器的系统提示正常情况下不应该都是黄色的吗?怎么突然冒出来了一条红色呢? 扶主小红大概数了数,截止到现在,已经将近有30个陌生ID加了进来。 随后扶主小红将这些陌生的ID记录了下来,然后出去尝试在mancraft中注册这些ID。 但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是,系统提示这些ID都是可用的。 那也就是说,他和玩家看到的这些ID都不是真的,根本没有被人注册过。 我去,这也太吓人了吧。 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听懂小红说的没有,我反正是懂了。 也就是说,这些游戏ID在mancraft这个游戏系统中并没有被注册。 但是现在玩家让人却在自己的服务器中看到了这些ID,可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 最离谱的是,扶主小红尝试输入自己的ID,但系统却提示自己的ID并不存在。 What? 接着他也输入了玩家的ID,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难道自己和玩家两个人是鬼吗? 这也太离谱了吧。 玩家让小红不要惊慌,这没准是猫将出现的bug。 两人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他们随后小心翼翼地返回了住所。 但是上来后,玩家发现,游戏内的天色开始忽亮忽暗,就好像有人在不断地操控白天黑夜一样。 潜伏高能即将来袭,请凭不见各位胆小玩家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宫屏上激活弹幕护体。 并且随后天气开始下起大雨,还伴有雷电,两人站在住所内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 就在这时,朋友小红突然有一种预感,他感觉屋顶好像有东西。 玩家听后害怕极了,小红壮着胆子再三犹豫之下,决定上到屋顶去看看。 而玩家很害怕,他不敢,他迅速地躲进了自己的卧室。 可玩家不知道的是,小红这一去便再也不复返了。 很快消息框传来了一条很长的黄色消息,这个黄色消息大家不需要明白是什么意思。 它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小红已经在这个福气不复存在了。 玩家彻底慌了,他此刻站在卧室内,把所有开心的事都想了一遍,来试图克服自己现在的恐惧。 但是没有办法,该来的终究会到来。 正当玩家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,查看着住所内的情况时,那诡异的声响再次出现了。 这种声音很吵,似乎正是从屋顶传来。 玩家抱着好奇的心,爬到了屋顶,接下来的这一幕让他久久不能平复心情。 只见屋顶有一个奇怪的建筑,而建筑旁边站着一群黑色的身影,随即他们便朝着玩家蜂拥而至。 接着玩家的屏幕便弹出了红色的系统园式,你已经无法逃离,你即将被陷阱。 好了小伙伴们,本期视频就到这儿,那啥都看到这儿了,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,你们懂我意思吧,麻烦这次一定好嘛。